《福尔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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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教会差不多30年 有时很奇妙的 有一些人服侍服侍 有一天,为什么没有服侍? 因为某某弟兄 因为某某长老牧师 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 一个服侍当中 原来是这么荣耀的事情 原来是造就圣民的生命 而是在一个事物性的事情 遇到相冲的事 有时候 很多的服侍出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意见很多 我带领师哥的时候,这么辛苦了 弟兄姐妹,你这个师哥选的不好 那个不好呢? 买这个衣子,买的时候 人家款式不好,颜色不好 你来买了,没有人要买 买了之后,有人有意见 各位,你就会发现 有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教会里面慢慢 因服侍就发生了 有些人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 永远听到 五年、十年,阿们 感谢主 但是你叫他动 不要动 不能动 有些人是叫他做 可以一下子 能够做得很美的服侍 但是叫他每个礼拜做不能 每个礼拜 早十分钟来不能 一个礼拜早十分钟可以 对不对? 这个你要长久性地做的 也有一些人的服侍 越做越好 但是好的结果 慢慢就看清其他的人 看清其他的人的服侍 然后就说 这个是我的范围的服侍 那不是我的范围的服侍 各位,你在大教会是可以这样 但是你在小教会不可以这样 在小教会呢 我讲到完 大家都回家了 看见这个垃圾桶没有人倒 我要去倒的 对不对? 这个小教会 每个人 台上台下 什么东西 对不对? 冷气坏了 什么了 都是其实一个服侍 人把心思放在主的家 人把心思放在人的生命 人把心思放在主 我做的一个举动 有一个劳动里面 能够叫旁边弟兄姐妹受益 心里面心满意足 因为我造就了这个永恒的生命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服侍 各位弟兄姐妹 圣民服侍着荣耀的国 荣耀的国 对不对? 服侍着荣耀的教会 荣耀的圣民 的那个事情 各位 你绝对要小心 要不然 你一定给魔鬼撒旦留地步 因为撒旦是什么时候跌倒的 你们知道吗? 他是在服侍神当中跌倒的 他是服侍神当中 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很奇妙的 这个魔鬼啊 其实那时候是天使 天使长 对不对? 看到神的荣耀 经历那个荣耀的时候 你一个意念来 我要跟神同等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然这个罪的起源 要说的话 很多的话来讲 但是呢 各位绝对记得 在服侍当中 是一个猛战来的 因为你叫圣民得益处 你叫教会被建立 你叫灵魂被拯救的 那个事情里面 撒旦的工作是很猛烈的 所以有时候不谨慎 单单好像做一些事物 为人服务 不谨慎当中 你就跌倒了 我跟各位说 我们有罪的人 各位 有罪性的人 要服侍圣洁的神 圣洁的国度啊 这是很奇妙的事来的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 不是在你上班 这样做工 这样可以做的 这个当中你怎么靠恩典 也特别 你要借着真理 来明白什么叫服侍 所以今天 我先用真理 要开启各位的悟性 各位先明白 我们教会里面 要做 要服侍 你已经信主很久了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做 然后怎么做 怎么寻求突破 用四方面 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各位 要服侍 也各位要怎么认识服侍 第一 各位 首先 为什么要服侍 为什么要做 各位 这是跟 我们被造的原理有关系 上帝造人的时候 很奇妙的 造人之前 已经预备了 所有他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 你看到亚当 上帝一造他的时候 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 看守修理 各位有没有发现 看守修理 所以亚当就被造的 就放在里面 有些人说 为什么亚当要放在里面 要做事啊 亚当就吃饱饱 每天走沙滩 看到上帝的这么大自然 赞美主 这样过生活都好嘛 No 上帝是无限的 上帝的慈爱 智慧 创意 是无限的 那亚当呢 在服侍当中 这个大创造者 创造的 然后他是小创造者 再创造 对不对 再在 依靠上帝的时候 再创造 很多很多奇妙的东西 这个当中 他才能够认识 上帝的慈爱 智慧 创意 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 所以各位 一定明白 有些人问 失丰失丰的时候呢 就失去方向 或者有些人做的 哎呀我做的好 做的不好 这个东西也看得很重 我跟你们说 你的服侍不能断定 你的身份 对不对 我的孩子在家里面 做家我做的好 做的坏 我不能做的不好 所以你不是我的孩子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绝对不是了 身份是身份的 荣耀的身份 对不对 绝对不改变 绝对不因服侍改变 但是你问 你这个荣耀的身份 要活出来 要接着什么 要接着你服侍啊 对不对 你是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也是这么有智慧的 这么有慈爱的 那你应该在服侍当中 彰显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明白吗 这是跟被造的原理有关系的 我们无论讲什么 你不能反你被造的原理 你是被造男的男的 女的就是女的 各位了解吗 你是被造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的 那做的当中 把你的潜能全部带出来的 那一定在做当中这样 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有关服侍的真理 圣经说一句话说什么 我们各按其职 以其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句话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第二要告诉我们的 在服侍中啊 虽然服侍不限制在教会的范围 但是各位一定记得 服侍呢 一定是建立主的身体 就是教会了 因为上帝的整个的关注在教会 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就是教会了 所以圣民呢 在服侍的东西马虎 不受神指示 或者不服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教会有些亏损了 有些亏损了 好像神的荣耀 就不彰显出来了 然后呢 人听信息的时候呢 得不到什么感动 心里枯干 然后爱心方面欠缺 有时来到这个教会 感觉冷冷的 好像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不受关怀 用感觉的道 人是用灵来感觉的 对不对 各位了解吗 所以各位 服侍义 不受圣灵的引导 因服侍来跌倒 因不服侍的教会亏损 这样的事都会在教会里面 会发生的 所以你要各按其字 你要找到你的指分 你的角色 也在你的恩赐里面 你知道上帝要你怎么服侍 你看见教会得到建立了 原来你建立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同时被建立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服侍还有什么真理 各位 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教会有时这样服侍 打扫 或者录制 唱诗歌 这些很多很多关怀的工作 这个当然 你要知道 这是预备我们走出教会的 阿们 所以教会不是限制在教会的范围 你要出去的 所以圣经怎么说 无论你做什么 或吃或喝 总要为着荣耀主而做 为着荣耀主 所以你走出去之后呢 你又发现回家了 你洗一个碗碟 对不对 你在工作上有一定的殷勤 有时你善待人 这个当儿 对不对 你跟弟兄姐妹 有语气 对不对 牧养他 你看到你的同事的时候 也一样的心 对不对 也关怀他 很奇妙的 活出主的荣耀 把基督徒的美德带出来 所以那个也是服侍了 所以呢 走出教会的服侍 所以服侍是一个生活来的 是一个生活 我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通常在教会里不服侍的 什么都不做的 只有领受恩典的 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 慢慢有欠缺了 慢慢跟人在一起 不能怎样 很自我 你会感觉得到的 因为其实上帝是 你用教会成为你的训练场地 the practice ground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为众人祷告 为众人想 甚至你永远的肢体 你祝福他们的那个事情 那个细心 那个观心 那个创新 很多地方 其实你带到你的现场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还有什么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有关服侍的真理 就是 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服侍的时候 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 圣经话说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 要从心里做 像是做给主的 不是给人做的 各位 这个是在服侍当中 最难超练的东西 最难超练 各位注意听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 从心里做 心里做给主 AV路子也好 饭食做也好 椅子排也好 诗歌赞美也好 从心里做 心里做给主 各位 这个部分很难 心里好像做给人 心里做给教会 心里一直在听 人什么看法 什么意见 我做的好不好 我讲道讲的好不好 我师哥带领好不好 其实我们活在人当中 我们不听人的意见是不能的 对不对 人的意见一直来 一直来 对不对 但是人的意见可以来 但是你从心里做给主 心里依靠主 心里求智慧 心里不要体贴你的自尊心 你的荣誉心 心里不要体贴那个困难 心里要体贴主 仰望主 依靠主 这个当中很奇妙的一个恩膏 就会临到你 权柄就会临到你 各位每次我们做 人做一样东西 通常你会发现 越做越差 越做越没有恩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一直受人影响 人说这个 人说那个 对不对 所以人一直受影响 人一直影响 对不对 那不受人影响的 心里做给主的 这个奥秘 也教你在服事上 恩上加恩 这个呢 神的议会不能演出来 不知道各位能够领受吗 各位你听主的道 你一定在心里面要确认 那个意思是什么 圣经的每一句话 是神的启示来的 有哪一方面呢 你不靠那个真理所给你的启示 你当然靠自己的 聪明也好 意志也好 靠血气也好 我告诉你 血气不能成就圣灵的事 你用血气绝对不能成就 永远国度的事情 绝对不能 好像我们地上做的每一件事 你教主日学也好 对不对 你像在学校教学生这样 来教主日学 你会吐血 对不对 学校的呢 就是你要不及格不及格 不管 这个教会 哎呀 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 滥用恩典 有时候也这样 对不对 但是 怎么从心里做 求智慧来做 怜悯他们那一族 这都是一个奥秘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教导我们 愿主让我们享受 服侍的喜乐 服侍的能力